第2333集 没什么顾虑的 那东西一天不弄清楚 我们就一天不得安宁 常想到 我是个没什么文化的人 我的所有收入都是靠出海 现在沿海都给疯了 再这样下去 我是会被饿死的 对 我们也没有什么问题 早点抓住这个东西 也好让我们早点安宁下来 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说 那好 那我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大家准备一下 养好精神 我们去那里 把那玩意儿揪出来 这东西是生活在水里的 它不上岸怎么办 我们一直守在那儿等着 宋文道 当然不会 通过研究 我们确定那东西 是比较喜欢血石的 在那片海域逛逛 然后准备好血石 引它上来就是 什么时候行动 养好精神 今天晚上就行动 那好 我们晚上的时候一定过来 宋文点点头 这里的效率还是不错的 一搜拥有着尖端科技的船 被运过来 上面需要准备的东西 一应俱全 除此之外 还储备了半个月的食物和水 叶好群有种直觉 这一次可能要在海上 打持久战 所以说这些东西 都要准备好才行 现在一切东西都准备好了 就等着下水了 傍晚的时候 宋文提前过来了 他率先到了船上 检查准备好的东西 你似乎对这件事情 很伤心啊 叶好轩对这个女孩好奇 说真的 他细皮嫩肉的 和这个地方的渔民的形象 是格格不入的 叶好轩不明白 他哪来的勇气 来做这件事情 这个地方 是我家世世代代 都生活的地方 说真的 有些时候我觉得 自己已经和海洋 融为一体了 宋文淡淡地说 所以我关注这片地方 就像是关注 自己的家园一样 没感觉有什么 好啊 这个世界上 应该多一些 像你这样的人 叶好轩 我知道你 很多人眼里 你就像是神仙一样的存在 宋文看了一眼 叶好轩 他似乎是 有什么想说的 我也是一个普通人 有一天我也会死 世人觉得 这个世界上有神仙 那是因为 他们需要一份精神寄托 我帮过很多人 所以无意间 我就成了他们心中 那份精神寄托了 你倒是一个很谦虚的人 但是这次海域发生的事情 你心里有个大概的了解吗 没有 你似乎是知道什么内幕吧 我很小的时候 这一片海域 就流传着一个传说 听说在这片海域 从岸边到海域中心石树里 有一个类似于百慕大的地方 那个地方 是龙宫水族七夕的地方 传闻这个地方 是水晶宫的所在 早在远古时期 三界动乱 诸神陨落 所以水晶宫 便关闭了 与我们这个世界的联系 而这个时候 出来的那些东西 我隐约地觉得 似乎是与那个传说 有一定的联系的 我这一次 也是想趁着这个机会 把那件事情给弄清楚 看看我小时候的传说 到底是不是真的 原来是这样啊 叶浩璇恍然大悟 难怪宋文会对这件事情 产生这么大的兴趣 感情是他想弄明白 自己心中的疑惑啊 是 我一直想弄清楚 这个传说的真实性 我也相信 这个世界上 我们人类并不是 唯一的灵长 我喜欢这片海域 我也喜欢大海 所以我选修的 就是海洋相关的专业 研究的也是海洋生物 没想到 我真的等来了这个机会 那你觉得 传说中的那些东西 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既然是传说 那就肯定有一定的依据吧 我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这些依据给弄清楚 传说 都是根据事实 口口相传而来的 是啊 有些时候 传说也未必是假的 那好 既然你有这样的想法 那我们就一起 去海域里面 把这件事情 给弄清楚 叶浩轩 你是新世界的强者 宋文看了一眼 叶浩轩 没想到 有生之年 我居然有机会 和你这样的人共事 我也不算是什么强者 如果有一天 你觉醒了你的天赋 你才会发现 其实大多数的时候 人还是做一个普通人 更快乐一些 那可未必 人嘛 都是这样 在哪个阶层 就说哪个阶层的话 但是我觉得 每个人都应该有 自己的宿命 当你被宿命打败的时候 你要做的 就是向宿命低头 逆来顺受 安于天命吗 叶浩轩突然有些感慨 这个年轻的女孩身上 一定发生过 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否则的话 她也不会有 这么多的感慨的 对 就是逆天顺受 安于天命 但是我听说过你的故事 我觉得 你不是那种 安于天命的人 我觉得 你是属于那种 可以和天命抗争的存在 叶浩轩 我说的对吗 这个 你是真的有点高看我的 我并不是什么 能与天抗争的人 而且 我也有我的难处 我也有我的无奈 人嘛 唉 就是站在不同的阶层 看到的东西 都是不一样的 站在不同的阶层 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确实是这样 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不用着急 人马上就到 叶浩轩 传到了出世的海域 那玩意儿聪明得很 所有的地方只坐岸一次 坐岸一次之后 就换地方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那玩意儿的老巢 就在那片海域 只要大家把那个地方给锁死 就一定能找到它 夜幕已经来临 远远的望去 前面是一阵黑暗 除了远处的灯塔上 叶浩轩有些无语地看了这家伙一眼 这货是来搞笑的吗 是是是 我不怕 我真的一点也不怕 胡军尴尬地笑了笑 海上飘一会儿都怕 他是真的有点说不过去了 但是 师父 我们怎么能锁定那玩意儿的位置呢 这片海域这么大 胡军看了一眼 一望无际的海岸 他有些不解地问道 没有精准的办法锁定他的位置 不过人是活的 没办法 那就想办法呗 叶浩轩微微地一笑 他吩咐人把那些宰的猪肉 给抛入海中 这些猪都是新鲜献宰 用特制的网 把猪网起来 然后抛入海中 几位资深的老渔民 也做好了准备 只要有任何的动静 第一时间 就把王给撒下去 这 这 这方法管用吗 胡军跑到了老九身边问 老九向来是久不离生的 所以大家给他取了个外号 叫做老九 他手里又擒着一瓶姜小白 时不时的就要喝两口 听胡军这么问 他呵呵一笑 哎哟 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哎 咱们这些人在海上捕了这么多年鱼 这个经验方面不用说了 不管是再厉害的东西 他也逃脱不了鱼的本质 只要我们在这里撒了网 他就绝对跑不了 血石可是他们最喜欢的东西啊 大凡是海洋生物 都喜欢生肉 这家伙连续伤人 这就说明他的本性还是改不了的 只要我们在这里耐心的等 一定能把他给抓到的 老九笑道 宋文 你觉得呢 叶好轩看了一眼宋文 这个女孩很沉静 上了船之后他便一言不发 沉静的让人觉得有些害怕 我觉得老九说的对 他们的经验 你完全可以放心 但是一会儿那玩意儿出现的时候 可能才是最危险的时候 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对啊 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人就是这样 对于自己未知的东西 是十分恐惧的 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二狗自言自语地说 人怕的是怪物 但是在海洋之中 所有的生害生物 都可以称之为怪物 哦 看来你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啊 叶好轩有些意外地看了一眼二狗 这小伙子是孤儿 从小吃着百家饭长大 他就是一个渔民 普普通通的渔民 他的要求也很简单 那就是吃饱就行 他从小就跟邻居出海捕鱼 去过远海 什么危险的情况都遇到过 小时候 我跟我爸出过海 遇到手鲨鱼 那个时候的状况 可能是我这辈子遇到最糟糕的情况 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怪物 把我爸给撕成了碎片 但是我在一边却无能为力 没有人能理解我那一刻的心情 明明亲人就在眼前 但是你却没有办法拉他一把 所以我觉得 生死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面临危险的时候 你如何能活下来 对啊 重要的是 面对危险的时候 我们如何活下来 宋文笑了笑 叶浩轩 你觉得 水晶宫存在吗 或许存在 山海经里的东西 已经有很多出现在远古世界 甚至有很多东西 都是山海经没有记载的 这个世界上 不管任何东西 只要存在 那就一定有它存在的理由 宋文叹了一口气 对 只要存在 别是理由 嘿 有东西了 老九把手中的江小白一扔 他迅速地站起来 操纵着船上的探照灯 向海里面望去 这家伙平时看起来最寻寻的 但是一到关键的时候 可是一点也不含糊 他手中的探照灯 把附近的海水照得亮如伯昼 只见海水中 一整扇猪肉已经只剩下了半扇 猪肉上面有一个巨大的齿痕 不知道是什么生物 硬生生地 将另外一半啃走 而且看齿痕 这家伙绝对是一个大块头 没有看到东西啊 胡军跟上前 但是海水里面静悄悄的 没有任何东西 当心 叶好轩爆喝一声 一把将胡军给扯回来 几乎是在叶好轩扯他的同时 一根三叉脊 就呼得从海里面窜出 带着一股强大的力道 闲闲地擦着胡军的脑袋过去了 同时一条巨大的身影 在水里一个反身 迅速地潜入到深海里 什么东西 我下去看看 二狗说话就脱了背心 他就要往海里面跳 不不不 哥们 你疯了吧你啊 那东西明显不是一般东西啊 胡军吓了一跳 他连忙拦住了二狗 这种深海 就算是海边 他也不敢跳啊 现在可是在深海这里 这人跳下去 还有活路吗 没事 二狗是我们这里水性最好的 他在水里能拿着刀砍死一条鲨鱼 老九挥挥手 对于这些事情 似乎是毫不在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